林晓晓很快将脑子里的思绪抛开 继续问道 那你们是干什么的 天元子盯着林晓晓看了一会 若非这丫头眼底的好奇 不掺杂其他的东西 他都要怀疑 这是不是仇家设的圈套了 老朽是天星楼的楼主天元子 他是戏语楼的少主 讨心来 天元子自爆家门 林晓晓呢喃 天星楼 戏语楼 没听过 是干什么的 天元子一愣 这时间竟有人不知他天星楼 看来这个村子真的是和外界不通的 天星楼一打探消息为生 至于西语楼 一般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解决一些不好明面上解决的麻烦 天元子尽量说得委婉一些 林晓晓啊了一声 了解了 不就是类似一个情报组织的地方 还有那个什么西语楼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解决不好明面上解决的麻烦 那不就是类似杀手组织一类的吗 他好歹是个宅女 没事看看小说 这些还是懂的 懂的 他打量了一番这一老一小 一个楼主 一个少主 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啊 乔叔还真会捡 捡回来两个大佬 天元子听见他嘀嘀地啊了一声 还以为这小丫头吓到了 便解释道 天星楼只拿钱收集情报消息 从不会伤害无辜之人 细语楼也一样 虽然都是拿钱办事 但细语楼有规矩 一不杀良善之人 二不碰老弱妇孺 三不欺压无辜百姓 姑娘无需害怕 林小小尴尬地笑了笑 他不是害怕 他只是在想要不要抱大腿 听起来 这老头和这小帅哥 也不像是干坏事的人 不过他还是很好奇 既然你们一个搂住一个少主 又怎么会被人追杀 还弄得这么的狼狈 天元子眼底 闪过一抹灵力 此时说来话长 不过老朽有个疑问 还请姑娘解惑 嗯 你说 林小小像个乖乖女一般 盘腿做好 天元子一愣 只觉得这丫头真是乖巧 这要是自己的孙女该多好 不过可惜 她天元子一生孤苦无依 只有几个徒弟 注定想不了这夜孙之福了 姑娘是如何会解万毒散的毒的 这也是天元子最好奇的地方 这小姑娘小小年纪 竟有这般畜神入化的一术 林小小却奇怪地指了指桃星兰 你们管她中的毒叫万毒散 毒药多是多了点 但是万毒还不至于吧 她能搞出来一个更毒的 天元子可没错过林小小眼底那一抹不屑 这丫头竟完全不将西语楼引以为傲的万毒散当一回事 这一次她也没有想到 作为西语楼的少主 星兰竟然会栽在万毒散上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或许之前是他们狭隘了 这世间多的是能人意识 林小小要是知道她在想什么 一定会否认三连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她可不是什么能人意识 她是有外挂 万毒散是西语楼第一代创始人 研究出来的剧毒 没有解药 也是西语楼的遗障 没想到轻轻松松便被姑娘挤戒了 天元子说着便笑了 若是追杀星兰的人知道 星兰中了万毒散的毒却没死 该是个什么样的表情 林小小却从她的话里听出了别的意思 刚刚还在说这位小帅哥是西语楼的少主 这回万毒散就是西语楼的遗障了 自己中自己的毒 祸 好家伙 这是内讧啊 林小小瞬间就脑补了一大出江湖夺权大戏 林小小指了指桃星兰 又朝天元子眨了眨眼睛 天元子莫名地竟然就读懂了这丫头的意思 然后点了点头 林小小颇为同情地看着小帅哥 嘖嘖了两声 真可怜 星兰还活着 我也还活着 等出去之后 我会帮星兰夺回属于她的一切 至于那些叛徒 一个都不会有好下场 天元子眼底满是杀意 担心吓到小丫头 很快就收了起来 再抬头又成了那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家 林小小来就是为了看陶星兰的伤势恢复得如何 然后问问两人的来历 这回目的都达到了就准备开溜了 天元子却在这时将她之前给王桥的玉佩 重新递给了林小小 说道 姑娘的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这是我天星楼的信物 如若有一天 姑娘需要用到我天星楼 只管拿着信物上门 林小小看了看她手里的玉佩 这里的人还真喜欢拿玉佩当信物啊 之前那个人是 这老头也是 不过 不要白不要 这俩人的身份 听起来就挺牛逼 留着抱大腿挺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兴许以后还真的麻烦你们一件事 林小小想到自己的身世 与其出去大海捞鱼 不如找人帮忙 不过嘛 现在她还不了解这两人的为人 关于自己的身世 还是少向他们透露一些的好 免得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等以后吧 以后离开狼山 再去找他们帮忙 天元子见她收了玉佩 心情也跟着大好 好 姑娘只管吩咐 上刀山下游锅 我天心楼 绝不二话 林小小白白熟 不至于不至于 这段时间 你们就先在村子里养伤吧 这里的村民都很淳朴 你们也不用担心会有人找来 好 天元子映霞 又问 姑娘 那我这孙儿什么时候能醒来 林小小扫了小帅哥一眼 明天 走了啊 老爷爷再见 天元子送到门口 看着林小小跟另外一个小丫头 带着个小男孩一起走了 又看向那边厨房门口 正好看到从厨房出来的林春花 林春花对她善意一笑 点了点头 天元子回离也点了点头 再看看这个山谷 真是个不错的地方 若不是还有事情没做完 他们留在这个山谷一直住下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林小小带着乔乔和小满 去了村长爷爷给她挑的盖房子的地方 是山谷里一处高地 这里地势平坦 把树砍了 稍微平整一下地面就可以盖房子 站在院子里还能看到村子里的全貌 所谓不远处就是山上落下来的瀑布 到时候盖好了 在院子周围种上一圈花 那绝对比现代那些各种度假山庄的景色要美得多 第二天中午 桃兴兰醒了 一睁眼看到照顾自己的天元子 桃兴兰似乎想到了什么 眼眶一下就红了 天元子爷爷 我祖咐他 少年声音哽咽 嘴唇吸动着 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天元子柔和地摸了墨桃兴兰的头 兴兰 别哭 你祖父和你父母的仇爷爷会帮你报 你受了伤又中了毒 现在需要好好养伤 等你伤好了 爷爷一定陪你去手刃仇人 给你祖父和你爹娘报仇 爷爷 少年终究是控制不住心底的悲伤 扑到天元子怀里哭了起来 虽说生长在西语楼那样的地方 可小小少年一直都是被祖父和父母捧在手心的宝 如今家破人亡 西语楼也被叛徒据为己有 实在是可怜 哭吧 哭出来就好了 天元子缓缓说着 手掌轻轻一下下地拍着桃兴兰的后背 村长一家听着屋里传来的哭声 都叹了口气 喽不忍 这两人的身份和来历 林小小已经告诉他们了 当然也知道了 桃兴兰全家只剩下她一个了 王家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份感到害怕 反倒是对桃兴兰很心疼 等到屋里的哭声渐渐停了 林春花才让小满端着一碗粥送过来 小小的奶娃娃端着一碗温热的粥 小心翼翼地在门口探头探脑 天元子认出了小满 是这家人的孙子 他拍了拍桃兴兰的后背 桃兴兰也看到来的小不点 赶紧背过身去擦了擦眼泪 天元子对小满招了招手 小满啊 进来 小满这才端着温粥进来 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桃兴兰哭红的眼睛 爷爷 奶奶说 哥哥刚刚醒来 肯定饿了 让我给哥哥送点吃的 桃兴兰想到自己刚才的失态 脸色一红 闷闷地说了一句 谢谢 小满把粥放到桌上 又拖了鞋 吭斥吭斥地爬上炕 来到桃兴兰的面前 五岁的小娃娃 站着和桃兴兰这个少年坐着一般高 她凑了过去 桃兴兰下意识地想躲 却察觉到孩子没有恶意 便撑着身子僵在那 小满小心地捧着桃兴兰的脑袋 对着她的眼睛 轻轻地呼了呼 我每次哭的时候 奶奶就这样给我呼呼 说呼呼 就不会哭了 软糯的同言同语 让桃兴兰的心一下又变得酸涩 眼泪控制不住地夺狂而出 从今往后 她就只剩一个人了 小满见她又哭了 从自己的小兜里摸出一颗大白兔奶糖 小心地包开糖纸 又把糖纸放回自己的小兜里 才捧着糖送到了桃兴兰的嘴里 哥哥吃糖 桃兴兰张嘴 一颗奶糖落入口中 顿时口中布满了甜味和奶香 从未吃鬼味道 让桃兴兰忘记了哭 小满坐在她旁边 绑着头看着她 一脸妖宫式地开口 是不是很好吃 小小姐姐给我的 我就两个 分你一个 桃兴兰脸色一红 没想到自己有一天 会让一个奶娃娃来安慰自己 我没事了 谢谢你 桃兴兰真心实意地道谢 大哥哥不哭了 小满开心了 那哥哥吃完糖就赶紧吃饭 小小姐姐说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荒 桃兴兰点点头 仔细地品尝嘴里的甜味 脑子里却越发地坚定起来 祖父和爹娘已经不在了 他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给他们报仇 杀了叛徒 收回细语楼 等他吃完 天元子才说道 小满口中的小小姐姐 就是你的救命那人灵姑娘 一会灵姑娘来了 你要好好谢谢她 桃兴兰一愣 她如果没记错的话 自己是中了戏雨楼的万毒伞 戏雨楼是她家的 她自然知道万毒伞是什么 连他们家都没有万毒伞的解药 而她现在好好的 一点也没感觉到自己中毒 只有胸口的伤害在隐隐作痛 天元子江桃兴兰的意外 看在眼里随即说道 兴兰 天外有天人 人外有人 那些人 那些人怎么也想不到 你跟着我逃了出来 还遇到一个能解万毒伞的人 他们这会或许只会觉得 你已经不发身亡了 桃兴兰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可是事实是自己确实 还真的好好的活着 既然老天爷不要她 桃兴兰的命 那那些叛徒 害死爹娘和祖父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她都不会放过 小满 趁着两人说话的时候 已经从炕上爬下去了 她刚才听到了什么 好像是小小姐姐说的 那些江湖故事里的秘密 完了完了 她小满的人生 是不是要到尽头了 他们会不会像那些坏人一样 杀人灭口 不管了 先跑为敬 小满捏手捏脚地走到门口 天元子看到她 和善地笑了一句 小满要走了 小满一个哆嗦 手里的碗 差点就掉地上摔了 啊 我 我给奶奶送碗去 然后跟小小姐姐说 大哥哥醒了 说完就一溜烟跑了 天元子无奈地摇了摇头 到底是小孩子 一会一个样子 她不再纠结小满 而是对桃兴兰说道 这个村子与外界不通 那些人应该找不过来 而且 他们现在大概率会以为 你已经毒发了 所以这段时间 你安心在这里养伤 我会试着联系天星楼的人 查一查细雨楼现在的情况 你好不容易活下来 就算要报仇 也要准备万全 切不可鲁莽行事 陶兴兰压下心底 刚才涌出的想法 乖顺地点点头 知道了 天元子四海不放心 点了点她的脑袋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你是觉得自己现在 读解了 伤势也没大碍 脑子里只想着去报仇 但是你好好想想 你祖父和你父母 以他们自己的死 换回你的生 你若冲动行事 再把自己给赔进去 你对得起他们吗 我 陶兴兰咬着唇 双手紧紧地揪着身上的被子 她刚才就是这么想的 天元子无奈地叹了口气 好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 是好好养伤 我这把老骨头环动的了 轮不到你操心这些 陶兴兰心中酸涩 点点头 知道了 林小小安慰好了 被自己吓到自己的小满 才来到祖孙俩的房间 看看陶兴兰的恢复情况 陶兴兰没想到 刚走一个小男孩 又来一个小女孩 不知为何 她忽然想到 小满安慰她的方式 再看看这个 长得漂亮的小姑娘 脸居然摔得一下就红了 林小小没想到 自己还没干什么呢 这小少年就脸红了 茫然地眨了眨眼睛 林姑娘来了 天元子和林小小打招呼 脑子里正在乱七八糟的 陶兴兰一愣 以为自己听错了 她不敢置信地 看向林小小 脸上的红潮褪去 眼底满是惊讶 天元子爷爷说 自己的命是林姑娘救的 自己的毒 也是林姑娘解的 难道是这个小姑娘的娘 还是姑姑 此时的陶兴兰 压根就没想过 自己的命会是面前这个 比自己小了许多的 小丫头给救的 然而 天元子下面的一句话 却让陶兴兰当场实话 兴兰 这位就是你我的救命恩人 林姑娘 林姑娘 兴兰已经醒了 麻烦姑娘给她看看 她 林姑娘 一个小丫头 爷爷 陶兴兰看向天元子 不敢相信 天元子给了她一个 安抚的眼神 又对她轻轻摇了摇头 就算有疑问 也不能当着人家的面问啊 多不礼貌 陶兴兰压下心底的诸多疑问 对林小小抱了抱拳 谢谢姑娘的救命之恩 林小小摆了摆小手 慢慢躲不过来 把手给我 陶兴兰愣了一下 才嘀嘀地啊了一声 把手伸了过去 林小小的手指软软的 搭上她的脉搏时 还能感受到手指上的温度 陶兴兰成功地又脸红了 林小小瞥了一眼 多好的纯情小少年啊 毒已经解了 身上的伤也在恢复中 这段时间注意好好养着 伤口不要碰水 不要有大动作 半个月后 伤口上的险会自动吸收 这段时间一天换一次药 另外这瓶是消炎药 每天三次 一字一片 林小小拿出一个小瓷瓶 递给陶兴兰 陶兴兰接过 心里大受震惊 她看了看手里的药片 是刚才林小小倒出来的 纯白色的药片 上面还刻着小小的字 她从未见过这样的药 天元子已经替她倒了水 陶兴兰不做她想 就着水把药片吞了 五 有点苦 给你 陶兴兰看着伸到自己面前的小手 手心里有一个亮晶晶的东西 她一愣 糖啊 小满他们每次吃完药都要吃糖 林小小眉眼弯弯 陶兴兰想说她不是小孩子 但对上林小小亮晶晶的双眼 便鬼使神拆地将糖果拿到了手里 谢谢 陶兴兰低着头 看着手心里的糖 不知道再想什么 林小小看着她满身哀伤的气息 小大人一般地叹了口气 想安慰吧 又好像说什么都不太合适 爷爷 我走了 你陪着她说说话吧 如果在屋里待得无聊 就去村子里转转 村子里的人都很好的 林小小跳下扛 拍了拍自己压洗的裙子 天元子被这一声爷爷叫得乐不思熟 哎 好的好的 谢谢小小啊 称呼一下就从林姑娘变成小小了 林小小离开 陶兴兰还在看着手心的糖果发呆 兴兰 天元子喊了一声 陶兴兰回神 将糖果握进了手心里 爷爷 我没事 陶兴兰不着痕迹地将糖果放了起来 对天元子勉强扯出一抹笑容 天元子看着她 也是无奈 只能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一切尽在不言中 接下来的几天 林小小每天都会来给陶兴兰换药 小满也在知道自己不会被灭口之后 就经常过来陪着陶兴兰 等到陶兴兰能下床了 还会带着她去村里溜达 村里就十几户人家 很快 陶兴兰和天元子的事 大家就都知道了 对这个没了家人的可怜孩子 大家都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的善意 哎哟 小满 又陪着你兴兰哥哥出来散步呢 小满带着陶兴兰 逛到了向日葵花田 挑了梁朵长得饱满的 搬回家给林小小吃 听见有人招呼他们一大一小 就停下了脚步 四奶奶好 小满双手抱着向日葵 只能一蹦一蹦地打招呼 陶兴兰喊了一声 四奶奶好 王四奶奶笑呵呵地 让两人等着 就钻回了院子 再出来时 手里已经拿了两个煮好的鸡蛋 一人手里放了一个 这是奶奶夹鸡 今天早上刚下的 给你们吃 谢谢四奶奶 小满欢呼 又可以吃鸡蛋了 陶兴兰却很不好意思 她毕竟已经十四岁了 说到底已经不是孩子了 怎么好意思跟孩子一样讨要吃食 四奶奶 我不用 陶兴兰推举 王四奶奶却把鸡蛋往她手里一放 不容拒绝 你这孩子 给你你就拿着 身上的伤还没好呢 吃个鸡蛋补补 陶兴兰握着还带着热度的鸡蛋 咬了咬唇 谢谢四奶奶 哎 好孩子 去玩吧 早点回去 身上还有伤呢 王四奶奶说完就回去了 脚满很想 现在就包开鸡蛋吃 但是两个手都抱着向日葵 实在是没手包了 兴兰哥哥的伤在胸口 奶奶说了不能让她抱东西 陶兴兰看到小满一脸纠结的模样 笑着从她手里拿过鸡蛋包开 又亲手喂给小满吃 啊 太好吃了 鸡蛋真好吃 小满满足了 陶兴兰见她喜欢 自己的那个也进了小满的肚子 陶兴兰身上有伤 不能走快 两人便慢慢悠悠地走回村长家 还没进家门 身后又传来喊声 小满 兴兰 一大一小驻足回头 就看见村子里几个半大小子 呼啦啦地朝他们跑了过来 其中有两个和陶兴兰一般大 带头的便是村长的小儿子王正 几个少年头发还是湿的 身上的衣服也是胡乱穿上去的 裤脚还滴着水 小满盯着几人看了看 开口 二叔 我要告诉爷爷 你去潭里玩水 村子后面的瀑布底下 有一座很深的水潭 之前村子里的孩子们喜欢去那玩水 后来初了事 有孩子掉进深水去淹死了 村子里的老人们就不许村子里的孩子再去水潭玩 就算要玩水 也只能在水潭下面的几个浅一些的水潭里玩 王正摸了摸鼻子 又晃了晃手上用草绳拴着的几条鱼 还不忘诱惑小满 你别告诉你爷爷 晚上炖鱼汤 我就让你奶给你单独装条小的 小满看着几条大鱼两眼放光 一脸纠结地考虑了半天 才点点头 好吧 那我不说 二叔 我不要吃鱼汤 我想吃烤鱼 王正摆摆手 好好好 你要吃什么都行 反正别告状就好 红豪聊小的 王正才把鱼在陶兴兰的面前晃了晃 怎么样 晚上让娘给你炖鱼汤喝 我们特意抓的黑鱼 对伤口恢复好 陶兴兰看着王正手里的鱼 心头一暖 对这个比自己小一次自己还得叫叔叔的少年 第一次发自内心地说了一句 谢谢二叔 王正高兴了 对小伙伴们挺了挺胸脯 看看 人家城里人就是跟咱们不一样 多懂礼貌 还叫他二叔 其他天狼村的少年们满眼羡慕 打发走了伙伴们 王正领着一大一小进了门 好在这段时间 村子里再给小小姑娘盖房子 家里人都去帮忙了 王正一路小跑到了厨房 把鱼扔到水桶里养着 又想赶紧溜回房间换衣服 不然被发现真的要被他跌揍 结果被从屋里出来的乔乔 撞了个正着 二叔 你 乔乔 你啥也没看见 王正说完 人已经进屋了 乔乔无奈 又去桶里看了看鱼 异常嫌弃他二叔 等爷爷他们回来看到这些鱼 还会猜不得他二叔又去水潭了吗 小满已经抱着 两个向日葵的花盘 跑去跟林小小献饱了 新鲜的瓜子 吃起来满是清香 特别是抱着花盘 一颗一颗地掰下来吃 简直就是追剧看书壁的佳品 林小小来到桶边 看着桶里还在游动的鱼 挑了挑眉 忽然想吃水煮鱼 酸菜鱼 糖醋鱼 剁椒鱼头 接下来就是 王正鲨鱼 小满爆柴火 瞧瞧烧火 林小小主厨 什么都不能干的桃兴兰 站在旁边当监工 酸菜鱼和水煮鱼的调料包 是小别墅里现成的 里面还带一大包酸菜那种 糖醋鱼浇上酱汁 剁椒鱼头出锅 又煮了一大锅的黑鱼汤 整个王家厨房飘香四溢 王正捞回来的四条鱼 全都上了桌 林春花带着秀琴回来烧饭 还没进家门 就闻到了香味 两人赶紧加快了脚步回到家 厨房已经被几个孩子折腾完了 哪来的鱼 林春花倒是没怪他们 只是看着几个鱼菜 问了一句 从桃兴兰开始 林小小 桥桥小满从高到矮 齐刷刷的目光看向了王正 被林春花盯上的王正 一下就跳了起来 你们几个太不仗义了 哎 娘 别动手 林春花拿着烧火棍 已经撵了出去 你这个兔崽子 让你不许下水潭 你把老娘的话 当耳边风湿吧 你给我站住 我今天非得把你的腿打折不可 我看你缓下水潭 那水潭里有水鬼抓人 你不知道吗 厨房门口 四个脑袋一起看着王正被林春花追得满院子跑 小满和乔乔笑的前仰后翻 林小小也嘴角上扬 就连一向沉默寡言的桃兴兰 此时心情都异常地轻松和舒畅 也跟着笑 天色渐渐暗下来 村长和去帮忙看风水的天元子 也带着王方回来了 这段时间 天元子在王家住着 直到村长要给林小小盖房子 便说他自己略懂风水之术 村长一听那是高兴坏了 每天都拉着天元子 陪他去工地上看着 天元子也乐他帮忙 到了工地上也没闲着 不是让这里种棵树 就是让那里放个假山石头 就连以后院子门要开在哪里 他都定下了 村长对他说的那是言听计从 毕竟人家可是比他 这个村长有见识多了 林小小去转过一圈 发现了蹊跷 不过他没问 他在等着老头自己开口 三人到了家门口 就闻到了香味 这是做什么好吃的了 村长和天元子 说说笑笑地进了院子 厨房里林春花带着秀琴在蒸饭和土豆 菜已经被林小小他们做好了 但都是肉 林春花又炒了一盘菠菜 一盘土豆丝 被揍了的王正拉 怂着脑袋 坐在灶台后面摊火 桌上的菜色香味俱全 天元子挑了挑眉 哟 今天吃鱼啊 村长却在听见吃鱼时愣了一下 扭头看了一眼小儿子 王正赶紧缩了缩脖子 减少自己的存在感 村长瞪了他一眼 在看到桌上的菜时 火气消了一些 实在是香得很 天元子凑近闻了闻 都是他从未吃过的味道 不由地胆开刀 这个时候 要是有一壶酒 那才叫快货 村长笑了笑 颇为不好意思地说道 酒倒是有 是村里人自己酿的 不是什么好酒 就是给我们这些老东西解解馋的 老哥哥要是不介意 我就拿来陪老哥哥喝两杯 那感情好 林小小听着两人的对话 好酒他有啊 小别墅装修的时候 餐厅做了个酒柜 爷爷为了给他做装饰 放了不少好酒在酒柜里 都是上好的名品 不过村长爷爷都去拿了 他就不多此一举了 等下次再拿出来给他们喝 一大家子人分了两桌 林春花和秀琴 带着林小小他们四个孩子 村长和天元子 带着王方王正兄弟俩 饭桌上 村长和天元子 说起林小小心房那边的事 老哥哥 我其实一直有个问题好奇 就是你在小小姑娘那院子周围 摆摆摆弄弄的那些树啊 花花草草 石头啥的是干啥用的 是为了好看 还是有什么用处 村长问道 天元子喝了一口米酒 虽然不如楼里的好喝 但山里的泉水清香 酿出来的酒也有几番滋味 听了他话便回道 实不相瞒 我懂一些奇门遁甲之术 那些树啊 花花草草和石头 正是我在小小院子外面布下的阵法 平日里看着没什么 但只要触动阵法的机关 阵法便会启动 里面的人便会迷失在阵法里 村长一家 嘖嘖称奇 林小小并不意外 早在之前他就看出来了 只是没想到天元子竟然会在他的院子里布阵 这是怕他遇到危险 陶星兰给他解释 爷爷最擅长的便是五行之术 整个天龙国找不出第二个 比爷爷厉害的人了 也正因为这样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人能找到天星楼的确切位置 林小小挑眉 这不正是他想要的 可他又想用救命之丹 换天元子帮他找绅士 若是请他帮忙在天狼村周围布阵 他会不会答应 看来得找个机会问问看了 听陶星兰的意思 天元子在这方面应该算是专家 有他布下的阵法 就不用狼族的兄弟们每日在外山巡逻了 也避了许多暴露的机会 陶星兰不知道林小小的想法 只当踏实感兴趣 便跟他多说了些天元子的本事 林小小吃了一口酸菜鱼 往天元子的方向看了一眼 嘖嘖嘖 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老头吗 居然这么厉害 果然是人不可貌相 入夜 炕上的林小小忽然睁开眼睛 从小和狼族生活在一起 林小小早就练就一身的高度警觉性 他看了看旁边熟睡当中的乔乔 林春花和带着小满的秀琴婶婶 小满四仰八叉地躺着 身上的宝贝已经被踢开了 林小小顺手帮他把肚子带上 便来到门边摒弃宁神 不过片刻的功夫 便看到一道黑影进了院子 去了天元子和桃兴兰的房间 月末半个时辰之后 隔壁的门动了 林小小也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从天元子房间出来的黑衣人 看到林小小当即一愣 一身黑衣 直一双眼睛露在外面 和林小小看了的对眼 林小小关好房门 就站在那似笑非笑地看着黑衣人 黑衣人确定他并没有恶意之后 便朝林小小抱了抱拳 然后闪身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林小小又看向天元子的房门 房门很快开了 天元子一眼便看到 站在那里的林小小 当即笑了一声 天星楼的安慰身手 他在了解不过 又怎么会在院子里耽误时间 原来是被抓包了 丫头 你没睡呢 天元子像平常一样打招呼 林小小扬了扬眉 挺淡定啊老头 爷爷不也没睡吗 天元子苦笑 今天若是不说清楚 这丫头怕是天一亮 就会赶他们下山 既然睡不着 那就陪爷爷说说话如何 天元子走到院子里的石桌旁 坐了下来 林小小来到他对面坐下 什么也不说 只是这么看着他 眼睛水灵灵的 映着月光 就像黑夜中闪亮的墨雨 天元子败下阵来 刚才来的是我楼里的安慰 这些日子 我和星岚失踪 楼里乱了套 也就今天 他们才找到这村子 看到我留下的记号找来 说完 天元子四象保证一般 又补了一句 真是今天才找来的 林小小哼了一声 他当然知道 是第一天来 不然他早就发现了 天元子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又说道 丫头 你放心 爷爷不会伤害村子里的任何人 更不会伤害你 他们只是想确保我和星岚的安全 以后有事情 也知道该去哪里禀报 绝不会打扰到村子里的生活 你确定你楼里的人 个个都是忠心耿耿 不会把你们的下落 出卖给仇家 林小小顿了顿 又道 而且 你既然救了星岚哥哥 对方肯定知道 这是与天星楼脱不了干系 想知道你们的情况 人家根本都不需要动手 只用盯着天星楼就行了 那找到这里 也不过是迟早的事 天元子心里咯噔一下 果然就听到林小小开口 既然你的伤已经没有大碍 星岚哥哥的毒也解了 只剩下身上的伤口 还在恢复 明日一早 你们就离开吧 天狼村雨事无争 这里的村民淳朴善良 我不希望他们卷入 你们江湖的纷争之中 天元子急了 不说这里山清水秀 适合养伤 就是这里的生活 都让他舍不得离开 丫头 我们有话好好说 有事好商量 不必多说 明日一早 你们必须走 说完 林小小便起身准备回房 走 他老头子可不走 他就赖在这了 我有办法 让那些人找不到这里 天元子站了起来 林小小脚步一顿 被对着天元子的脸上 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 回头却变成了之前 一幅淡漠的模样 嗯 我会在天狼村周围 布下弥宗阵 除了老夫 没有人能破得了这个阵 就算是戏雨楼的那些叛徒找来 也绝对不会找到村子 看林小小来了兴致 天元子便仔细说道 弥宗阵属于一个防护大阵 是老夫毕生的心绪所成 天兴楼总督 也正因为弥宗阵才 从未暴露人前 进入弥宗阵的人 会迷失在阵法之中 除非有人指引 否则根本就出外 而且弥宗阵千遍万话 可随时改变 即使对方懂得阵法之术 第二次进来 也一样出不去 天元子在说起这个时 一脸的深藏公于名 满脸写满了 还不赶紧崇拜老头子我 那村子里的人 不会受影响吗 林小小心动了 她本来想忽悠这老头 弄个和她小院那样差不多的 只要让外面的人 找不到这里就行了 没想到这老头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要干一票大的 她以后得对老头好一些才行 天元子捋了捋自己的胡须 淡淡地笑道 那自然不会 老夫会根据阵法 做出一套口诀 村子里的人进出 只要按照口诀来 就不会迷失在弥宗阵中 哪怕不小心进了弥宗阵 也会被老夫的安慰发现 及时带回 丫头 你大可以放心 林小小做出思考状 给天元子丢下一句 她考虑考虑就走了 天元子站在原地 无奈地叹了口气 她是真的喜欢这个地方 真的很适合隐居 而且这段时间 她能看得出来 星兰这孩子 比之前开心了不少 她曾担心 星兰这孩子 会因为仇恨走入迷途 钻进死胡同 但是这段时间 她看着星兰 越来越开心的样子 实在是不忍心 林小小已经回了房间 天元子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 只希望这丫头 能看在自己 还有点用处的份上 让他们留下 回到房间 陶星兰坐在那里 看着她 爷爷 小小她 真的要撵他们走吗 天元子摇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睡吧 明天再看 实在不行 天元子 看了陶星兰的伤口一眼 实在不行 他们就只能用苦肉剂了 可怜的陶星兰 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惦记着 旧伤复发了 第二天一切如常 天元子直到村长 来邀请她一起去新房 也没再听林小小说 要他们离开 看来 自己昨天说的话 这丫头听进去了 和村长走在村子里 天元子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这样大的一个地方 要不下弥宗镇 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过嘛 再难 她也得不 不说林小小 对他们祖孙二人的救命之恩 就冲着难得的室外桃源 她也不忍心被人来打扰 而且不振的时间越长 他们在村子里待的时间就越长 说不定时间长了 村民们也舍不他们走了呢 有灵犬这个外挂在 还有林小小那么多特效药 桃兴兰的伤不到半个月 便完全长好了 连缝和线都已经被皮肤吸收 只在胸口留下了像蜈蚣一样的红色伤疤 林小小配了去巴膏 是用灵犬水熬制的 效果翻倍 别说她这样的心伤了 就是陈年老伤用一段时间之后 也能重新长出新的皮肤 除非你是连肉带骨头都烂完了 不然的话 连续使用最多三个月 便可恢复原样 意外的是 桃兴兰竟然不用 我想留着她 时刻警醒自己 爹娘和祖父是怎么死的 桃兴兰抚摸着胸口的伤口 另外一只手紧紧地握成拳 话说到这个份上 林小小也不好再劝 准备把曲巴膏收起来 天元子却看着她手上的曲巴膏 若有所思 丫头 你这曲巴膏的效果真的那么好 天元子问 林小小挑眉 那当然 我可不搞什么虚假宣传 小妖箱出品必属精品 这配方是她给小妖箱讨来的 又用的空间里 被灵犬蕴养过的药材和灵犬水熬制 那效果绝对熬熬的 天元子直接伸手 给我瞧瞧 瓶子入手便感觉到一阵清凉 天元子打开盖子闻了闻 一股清香扑鼻而来 让她光是闻到这个味道 就觉得精神为之一阵 自认见过无数奇珍异宝的天元子 立刻就感受到了这东西的好处 就算不拿来去吧 光用来提神便是好东西 她忽然一笑 丫头 想不想发财 嗯 林小小眼前一亮 天元子给了她一个你懂的表情 问 丫头 这药高你还有多少 你要多少 瞧这话问的 她做出来不是分分钟的事 天元子被噎了一下 这么贵重的东西 光是刚才闻了一下 她就知道里面有不少珍惜好药 这丫头却这么淡定地问她要多少 她能要多少 当然是越少越好 物以稀为贵的道理懂不懂 这样吧 你先做食瓶给我 怎么样 天元子决定 先拿食瓶造造式 看看效果如何 林小小想了想 食瓶倒是不多 她空间里剩下的装几瓶 再磨一锅就差不多了 行 明天给你 天元子又打开盖子闻了闻 顿时神清气爽 不过 在那之前 咱们还得先找个人试试这药高的效果才行 天元子说道 毕竟不亲眼所见 很难判断效果和价值 若真的像林小小说的那样 只要不是连肉和骨头都烂了 都能长好 那她敢说 这药高只要在天龙谷问世 必遭疯抢 到时候 就不能怪她哄抬物价了 既然要是 就肯定不能用一般的皮肉伤 小伤口来试 我娘手上 有这么大一片烫伤 是她嫁给我爹之前 在家里被继母虐待 不小心烧了房子留下的伤疤 一边的乔乔突然说道 还对着自己的手臂鼻花了一下 从手肘到小臂 很大一块 秀琴婶婶是从山外嫁进来的 林小小听乔乔说过 她娘以前是龙安城外一个村子里的人 是家里的老大 继母对她不好 有一次她做饭的时候睡着了 烧火棍点燃了旁边的柴火堆 虽说跑出来了 但是 手臂被烧伤了一大块 后来继母说她是扫把星 再留着怕是要把家里都给烧了 就把她带到龙安城 想卖给任衙子 可任衙子嫌弃秀琴婶婶身上的伤 不肯要 她继母将价格压到二两银子 正好被带着王芳进城 卖东西的村长遇见了 王芳见秀琴婶婶可怜 就想帮帮她 正好自己也到了成亲的年纪 秀琴婶婶虽然被烧上了手臂 但其他地方都是好的 就这样 村长拿着那次村民们一起卖东西的钱 花了二两银子把秀琴婶婶给带回了村子里 和王芳过起了日子 这些年 除了前两次 陪林小小去龙安城 秀琴婶婶几乎没有离开过天狼村 瞧瞧 去把你娘喊来 天元子当即决定 用秀琴的手臂试试这要高的效果 乔乔一听真的可以拿她娘手上的伤做实验 马上就跑了出去找人去了 秀琴一脸茫然地被乔乔 拉到了天元子和桃星兰的屋里 看着这一屋子的牢牢小小 老爷子 这是怎么了 婶婶 你手上是不是有伤 林小小问 秀琴愣了一下 还以为是什么事 便笑着点了点头 是有 年轻的时候落下的 好在藏在袖子里 平时倒不会吓到人 林小小看了她的手臂一眼 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秀琴有些犹豫 老爷子和桃星兰再老再小 到底是外男 她也不好意思当着他们的面掀起袖子 而且自己那那块伤疤能吓人 万一吓到他们就不好了 这 我这伤是火烧的 吓人 秀琴委婉地拒绝 乔乔却直接拉着她的手掀袖子 一边道 娘 你快给小小看看 秀琴尴尬地推开乔乔 一边低声呵斥 乔乔 你这孩子干什么呢 娘手上的伤你不是看过吗 乔乔咬咬牙 为了娘以后不再看着那块伤疤难过 便直接道 娘 小小和天元子爷爷说 要让你来试试 小小做的屈八糕 你快别磨蹭了 秀琴直接傻眼 乔乔 什么屈八糕 乔乔要翻白眼了 她娘咋这么默契呢 不等秀琴回过神来 乔乔就把她的袖子给掀开了 顿时手臂上一片火烧的痕迹暴露在了众人面前 天元子和林小小都有些意外 这从手肘到手臂一大半都被烧坏了 不满褶皱的肌肤此时就暴露在几人面前 饶是自己从小就看见 乔乔看到秀琴这伤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天元子看向林小小 那意思这能行吗 林小小点点头 乔乔 给婶子涂上药膏 往后每天吐一次 林小小示意天元子把药膏给乔乔 虽然有些舍不得 但天元子还是递给了乔乔 乔乔拿着瓶子的手都在抖 娘 我给你涂上 乔乔拉着秀琴的手 秀琴却拦着她 看向林小小和天元子 小小姑娘 老爷子 这药膏一看就是好东西 用在我身上浪费了 我这伤都多少年了 涂什么都没用了 还是别浪费好东西了吧 说着就要把袖子放下来 乔乔拽着她的手一脸坚持 林小小也开口劝道 婶婶 这也是我才做出来的 还不知道效果好不好呢 爷爷说效果好的话 就帮我拿去卖 所以就辛苦婶婶帮我先试试 是啊 小马娘 你就试试吧 天元子也劝了一句 秀琴还是犹豫 瞧瞧一咬牙 已经拿着药膏开始给她涂了 秀琴只能叹了口气 随她们去 碧绿的药膏晶莹透亮 光着质感看着就很珍贵 摸到皮肤上更是清清凉凉的 秀琴手上这块皮肤当年是被烧伤的 而且没有及时得到救治 只是随意地撒了两把草木灰就糊弄过去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这块皮肤时不时地还会有那种火烧般的刺痛 乔乔美感浪费 小心翼翼地用最少的亮抹 均匀她娘手臂上的伤疤 抹完之后 秀琴脸上满是喜色 小小姑娘 这药膏抹上去好舒服 凉凉的 虽然觉得不太可能 但想到小小姑娘的来历 秀琴婶婶心里便燃起了一丝希望 她是女人 没有哪个女子不爱美的 自己因为手上这个伤疤 被继母卖掉 幸好遇到了方哥和公爹 才夺过一劫 这些年 她一直尽力地侍奉公婆 照顾丈夫和孩子 可每到夜深人静时 丈夫碰到这块伤疤 总是会让她自卑 哪怕丈夫无数次告诉她不介意 她不介意 但她自己嘴上不说 心里还是介意的 觉得这样的自己配不上丈夫 小小姑娘 我这伤 真能好吗 秀琴经过大脑里的天人交战 终于问了出来 如果真的能治好 那她以后也能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洗衣服 一起到溪里捞鱼 再也不怕撩起袖子 被人看见这吓人的伤疤了 林小小微微一笑 伤的面积大 而且时间长 但婶婶只要坚持抹药 药不了多久就会好的 从那天之后 天元子每天都会让秀琴撩起袖子给她看看手上的伤 王家人都知道秀琴在给林小小和天元子试药 也都盼着秀琴手上的伤疤真的能消掉 而那块受所有人瞩目的烧伤 也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 从一开始几天没什么动静 到渐渐地看着颜色变淡 紧跟着皮肤发红像是要长心皮 前后也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这样的效果 天元子已经完全相信了屈八高的实力 还给起了个很高大上的名字 玉姬高 当即叫来 守在村子外面的暗卫 给了十瓶玉姬高 该交代的都交代下去 总之 价格一定要除了贵 还是贵 他天星楼是干什么的 那是专门打探消息的 要想查谁 那就能连你家鸡卷里的鸡 每天下了几个蛋都知道 造势 散播 那更是轻而易举 当林小小得知天元子 给一瓶玉姬高定价一千两黄金的时候 简直瞠目结舌 没想到老头子还来宽慰他 让他别嫌少 这一千两黄金的定价 只是初始价格 他们就拿出去十瓶 那些十家大族 但凡有需要的 不得抢疯了才怪 最后这价格肯定是不止一千两黄金的 只会更贵 早知道这样 他卖什么人参 直接卖这个来钱不更快吗 林小小只觉得这老头在闹着玩 谁会花一千两黄金来买这么一瓶玉姬高 那不是纯属有钱嫌的荒吗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就这十瓶与积高 在天兴楼的推波助篮下 差点把天龙国的各个世家大族给得罪光了 因为他们不讲情面 只讲价格 谁出的钱多东西就是谁的 玉米地丰收时 天狼村属于林小小自己的房子也盖好了 天元子和桃兴兰也要跟着林小小搬到了他的小院里 板家这天 不只是天狼村的众人 就连黑狼王一家 包括狼山的众狼都来了 天元子安排的守在村子外面的天兴楼暗卫 第一时间发现狼群 便固步地暴露在人前 赶紧进村通知天元子 这段时间 村子里多了两个陌生人的事 林小小让彩灯回去 通知了黑狼王 让他们这段时间不要下山 黑狼族寻山的兄弟们 也看到过天兴楼的暗卫们 不过小小说 他们不是坏人 那就不用管了 没想到他们想来看看小小的新房子 却被这些人给拦在了村子外面 楼主 村口来了狼群 来人顾不上小院的人多 直接禀报天元子 天元子脸色大变 想到天狼村都是普通的百姓 怕是没见过狼群 当他想开口跟村长说 不用担心 一群狼而已 他的那些安慰们能应付得过来 就见村长听见这话 直接就跳了起来 顾不上问来报信的人是谁 直接问道 狼群呢 你们跟他们动手了 安慰奇怪地看着村长 有狼群不是应该害怕吗 怎么感觉他是在害怕 但是害怕的却不是他想的那样呢 但他还是摇了摇头 没有 狼群只待在原地不动 我们的人拦着 没让他们过来 说来也奇怪 那些狼群见到他们并未发动攻击 而是就这么和他们隔着林子摇摇相望 这才让他有机会回来报信 村长脸色都不好看了 都别忙活了 快跟我去迎接狼王殿下 小小姑娘呢 快告诉小小姑娘 狼王殿下来了 村长一边招呼众人一边往外走 那脚步急得不行 其他村民也顾不上看热闹了 都跟着村长跑了 只剩安慰和天元子 大眼瞪小眼 楼主 安慰有点回不过神 这些人怎么好像不怕 而且狼王殿下是什么称呼 从未听说过 天龙国有狼王这么一位王爷啊 天元子此时的震惊不比他小 见着安慰还傻愣愣地跪着 直接一甩袖子就跟了出去 还不快跟上 村长带着人马不停蹄地跑到了村口 大气还没喘上来呢 就看到一溜烟 十多个黑衣人就守在村口 手里个个都是大刀阔斧 村长脚下一软 差点就摔了下去 好在旁边的大儿子及时捞了一把 才不至于跌个狗吃时 住手 住手 都给我住手 把手里的东西都给我放下 村长着急地往前跑 一边跑 一边冲那些黑衣人寒 这些人的衣服和去院子里报信的人穿得一样 一定是老爷子的人 村长也顾不得是不是越祖带跑了 直接冲着几人大嗓门地吼着 身后跟着来的村民一见这架势 敢拿大刀对着他们狼王殿下 这谁能忍得了 当即就有几个年轻力壮地冲了上去 上手就抢安慰们手里的刀剑 安慰们被交代过 不可以伤害这里的村民 见他们冲过来又爬刀剑伤了他们 赶紧地收起来 几个速度慢地已经被村民给抓住了 只好放手 并且叮嘱他们小心点别伤了自己 十多个安慰 就看见原本被他们保护的村民 一个个地站到了他们对面 防备地看着他们 那架势他们要是赶上前一步 这些村民就会跟他们拼命一样 这咋回事 有安慰不明 所以地问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也是一头雾水 你问我 我问谁去 村长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 静止朝着那边的狼群走去 半位见状 怕他们被狼群所伤 立刻喊道 小心狼群 村长理都不理 人已经被王方扶着 到了黑狼王的跟前 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殿下 他身后跟着的村民们也跟着跪了下去 整个村口很快就只剩下十多个安慰还是站着的 黑狼王看了看村长 又冷冷地扫了一眼那边的十多个安慰 眼神不善 在他的寿意下 已经有几头黑狼跃了过去 就停在和安慰们对峙的村民旁边 形成了保护的姿势 将村民们护在身后 双方对峙 叙事待发 天元子带着那个去报信的暗卫 和林小小跟乔乔小满桃星兰 他们一群半大孩子 几乎是同一时间到 不等天元子消化眼前的景象 林小小已经飞奔出去了 阿爹 阿娘 村民们自发地让开了路 林小小一路奔到黑狼王和狼后的身边 扑到了两狼的身上 阿爹 阿娘 我好想你们啊 林小小肆意地撒娇 黑狼王和狼后早已经收敛了气势 此时眼里只有疼爱 阿爹和阿娘也想你 瞧着又长高了 狼后蹭了蹭林小小的小脸 林小小咯咯咯地笑着 搂着狼后的脖子不撒手 天元子和桃星兰 还有重安慰的嘴里 已经可以塞下一个鸡蛋了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一个安慰 掐了掐自己旁边的人 撕 你做梦你掐我干什么 被掐的安慰跳了起来 两人一打岔 众人才惊讶回神 这不是在做梦 小小林姑娘居然和狼群在一起 而且看起来还那么的开心 村长这回跪在地上认错 狼王殿下 是老朽是老朽 没能及时来迎接狼王殿下 让狼王殿下受委屈了 黑狼王对林小小道 小小 让他们起来吧 不必如此 这不是什么大事 对于村民们刚刚冲出来为了他们和那些黑衣人对质的事 黑狼王心里还是高兴的 林小小赶紧让村长和村民们起来 村长也缓过气来了 回头就看到天元子和他的十多个暗卫还站在那 一个个目目愣愣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村长昂了昂头颅 胆了胆衣服上的灰 瞬间觉得自己比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高大上了许多 瞧见没 你是城里来的 可是你见过狼王殿下吗 你见过神器吗 我们见过 我们可是狼王殿下最忠诚的信徒 他来到天元子的面前 不好意思地抱了抱拳 老哥哥 都是误会 让你的人都撤了吧 只是我们天狼村的狼王殿下 可不是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狼 我们天狼村信奉黑狼王 狼王殿下可是我们天狼村的守护神 最重要的 狼王殿下可是小小姑娘的阿爹 说完又呵斥那些和暗卫对质的村民 让他们退下 天元子觉得 自己一定是今天起床的方式不对 那丫头分明就是个人 怎么会有个当狼的爹 这不扯呢吗 更扯的还在后面 林小小带着狼王和狼后走了过来 给他们介绍天元子和桃星兰 阿爹 阿娘 这两个就是女儿 就下的两个人 黑狼王和狼后毫不掩饰地审视二人 然后淡淡地对两人点了点头 点了点头 嘶 这两头狼是在跟他们打招呼 黑狼王和狼后 这两个人好没礼貌 一直被桃星兰禁锢在怀里的小满 挣扎了半天 终于找到机会跑出来了 他迈着小短腿直接到了狼后脚下 昂着头 狼后狼后 小点来了吗 狼后抬起爪子 摸了摸小满的脑袋 脑袋往身后指了指 在狼后抬起爪子的时候 桃星兰脸都下白了 下一刻就看见小满兴奋地迈着小短腿跑了 一边跑还一边喊 小点小点 回应他的是一声狼叫 一狼一人滚坐了一团 村里的孩子有一个算一个 都兴奋地奔向了狼群 村里们也和狼群和谐地相处 只有天元子和桃星兰 还有他们的十多个暗卫 像傻子一样 还没缓过神来 林小小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忘了打预防针了 一群人和一群狼 相互粗拥着进了村子 天元子和桃星兰 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林小小的小院的 今天的事情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天元子还好一些 他倒是曾经听说过 有些人自小便会养一些野兽 驯服他们为自己所用 可眼前的情况 显然跟那是不同的 这些狼有自己的意识 也不是听命于这些村民 或者林小小 他们的相处像是平等的 就像是朋友 像是家人一样 这样的人群和群狼聚会 仿佛是在平常不过的事 桃星兰从一开始的震惊 到慢慢消化 到现在只剩下羡慕了 那些平时跟他一起玩的少年 此时已经一人一个 上了那些巨大的黑狼背上 在村子里畅快地奔跑开了 他好羡慕 他也想要 院子里 天元子和黑狼王大眼瞪小眼 林小小尴尬地坐在中间 那什么 林小小试图打破沉寂 一人一郎同时扭头朝他看来 林小小尴尬地扯了扯嘴角 站到了黑狼王的旁边 对天元子道 爷爷 这是我阿爹 我小时候被人扔在狼山 是阿爹和阿娘捡到我 把我养大的 这些狼全都是我的家人 天元子一愣 他从未问过小小的身世 见他生活在村子里 就下意识地以为 他是村子里的人 没想到这丫头的身世 竟是这样的 就算通人性 可狼到底是野兽 这么多年 这丫头竟是在山林中长大的 老头心疼了 多好的娃娃 到底是什么人家 还这么狠毒 竟然舍得扔了 这多亏是遇到了 通人性的狼族 这要是遇到其他野兽 这丫头还有命吗 此时 老爷子恨不得在心里 把林小小那从未见过面的父母 给大谢八块 之前是老朽手下的人 躺脱了狼王 还请狼王 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 天元子时时务者 为俊杰 该认错就认错 能屈能伸 这是小小的爹 他想要小小当孙女 得让人家爹同意 黑狼王也不是那种计较的狼 更何况那些人见到他们来 下意识地便是保护好村子 算起来 也算是自己人了吧 所以他十分友好的 对天元子点了点头 天元子看到黑狼王 真的听懂了自己说话 一改心态 眉毛都要兴奋地飞起来了 好神奇 想他天元子活了几十年 没想到居然有一天 能坐下来和一头狼聊天 这要是以后死了 去了地府见到那帮老兄弟 他能吹一辈子 一人一郎 有林小小当翻译 开启了尬聊 陶星兰人已经在小院门口 站了很久了 就连小满都有一头狼 在陪着玩 他好想过去 好想加入 他也好想摸摸那些狼啊 林小小实在是受不了 一人一郎的尬聊 想了个办法 让天元子说话 黑狼王说的话 天元子听不懂 就动爪子 以下爪子代表什么意思 两下爪子代表什么意思 黑狼王问起了山里的阵法 天元子就像是打开了画匣子 一人一郎终于和谐下来 林小小就趁着这个空档给开溜了 溜到门口 就看见陶星兰正满眼羡慕的 看着那些和黑狼族玩在一起的少年和孩子们 星兰哥哥 林小小从他身后凑了过去 突然出声吓了陶星兰一跳 陶星兰拍了拍胸口 往院子看了一眼 连天元子爷爷都有一个狼在陪着说话 就他没有 少年好忧伤 林小小笑了笑 看到了他眼底的羡慕 想去玩 陶星兰脸一红 点了点头 这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林小小当即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 我带你去 说完就将手指放到嘴边吹了一个口哨 很快 三匹狼就从瀑布那边飞奔了过来 其中一只通体灰白 看愣了陶星兰 脑子里只有三个字 好漂亮 那笛最漂亮的狼 停在了林小小的面前 林小小一个翻身跳上了他的背 这是我三姐 林小小抱着乌雪的脖子 抚摸他身上柔软的皮毛 又对随后来的羊皮长相差不多的狼 说了一句 这是我四哥五哥 四哥 你带他 陶星兰就见其中一匹狼 停在了自己的面前 他看了看林小小 学着他的样子 翻身上狼背 坐好了 狼四哥嗷呜一声 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 若不是陶星兰反应够快 即使抱住他的脖子 这会已经被甩下去了 乌雪紧随其后 扬声道 今天小小搬新架 我们看谁猎得的猎物多 给小小搬家宴添几个菜 狼四哥一个急刹车 回头看着他们 三姐 那你肯定没我和老五厉害 输了可不许到阿弟阿娘那里告状 狼四哥身边的狼五哥 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了一眼狼四哥 默默地离他三不远 找死别带上他 他打不过三劫 乌雪冷冷地看了狼四哥一眼 哼了一声 赢了我再说 林小小看到坐在狼四哥背上 满脸兴奋的陶星兰 突然笑道 星兰哥哥 我们也比一比 陶星兰正处于兴奋之中 骑在狼背上的感觉真不赖 那跑起来的速度 比他用轻功还快 陡然听见林小小说话 便呆萌呆萌地问了一句 比什么 三姐和四哥打赌 水猎的猎物多 那我们也比水打到的猎物多 林小小也得意地昂着头 一人一郎宛如山间精灵 陶星兰不想搅了林小小的兴致 但她还是觉得自己比小小大 又会武功 会胜之不武 便说道 这不好吧 林小小眉头轻轻上挑 嘴唇微微地扬起 星兰哥哥这是觉得我不行吗 没 我不是 陶星兰赶紧摇头 就算有也不能承认啊 狼五哥又默默地离了几步 这人和老四还真是般配 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 五哥 你当裁判 林小小说完 和乌雪一起已经窜进了林子里 陶星兰没带弓箭 也没来得及捡上几个小石头 幸好她和包里还有不少铜板 不然就是想使暗器都没东西好使 狼四哥爬落后无血 带着陶星兰也钻进了林子 起初一郎一人配合得磕磕绊绊 狼四哥更是只顾着自己追赶猎物 压根就忘了自己背上还坐着个人 好在陶星兰适应性强 很快就找到了和狼四哥契合的度 有时候狼四哥还没靠近猎物 陶星兰便率先打出手里的铜钱 狼四哥再扑过去补上一口扔到旁边 反正待会老五会带着其他狼来捡他们打下了猎物 这几年山里比较大型的野兽都渐渐迁徙走了 实在是打不过这些黑狼族的狼 惹不起就干脆躲吧 但是林子里的山鸡野兔 还有山上的鹿群到处都是 特别是山里的野兔子 那是一年生好几窝 好几窝再生好几窝 试试代代 生生不息 吃都吃不完 狼五哥跟在他们后面捡都来不及捡 索性回村子里找来了帮手 有其他狼和村里的少年们帮忙 两边的猎物很快就分别集中在了一起 比起桃兴兰和狼四哥那边鲜血淋淋的猎物 林小小和乌雪这边的猎物要干净得多 因为一狼一人都爱干净 林小小用的是放在空间里的弹弓 乌雪就更不会把猎物咬死 弄自己一身血了 都是直接毫不客气地一爪子拍下去 拧断脖子 等两狼两人从林子里出来时 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 狼五哥默默地站在 乌雪和林小小的猎物旁边 五声地宣布结果 嗷雾 不可能 老五 你是不是帮他们作弊 狼四哥气得原地打转 陶兴兰来到他们的猎物旁 数了数 又看了一眼林小小和乌雪的 虽然不想承认 但是 我们输了 陶兴兰承认结果 他们打了多少猎物 他心里都是有数的 刚才数了一遍 数量是对的 所以狼五哥没有作弊 也没有偏帮 确实是他们输了 怎么可能 狼四哥嗷呜嗷呜呜地乱叫 可惜陶兴兰听不懂 小小 我们输了 这些猎物归你们了 男子汉大丈夫 愿赌服输 林小小脸上扬着得意的笑 你们也不差 我们回去吧 把猎物送给村长他们 今天加餐 跟来的半大小子们 骑在狼背上欢呼 狼群们也昂着头发出狼笑 只有狼四哥还在生闷气 狼五哥不忘落井下石 嘖嘖嘖 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 敢挑衅三姐 那可是个打遍狼山 无敌手的母夜叉 哼 再厉害 还不是嫁不出去 狼四哥嘴皮一秃噜 把心里话给说了出来 狼五哥嘴张成欧形 两只大眼睛里写满了四个字 你死定了 果不其然 下一秒就听见了狼四哥的惨叫 林小小默默地从乌雪身上下来 爬到了狼五哥的杯上 狼四哥已经被乌雪给碾进了林子 耳边传来的凄惨叫声 让桃兴兰很担心 时不时地看向树林 犹豫着要不要过去救救自己的伙伴 林小小坐在狼五哥背上 晃悠着自己的大长腿 像是看出他心中所想一般开口 我劝你最好别跟过去 不然三姐可能会连你一起揍 整个狼山谁不知道 三姐的婚事是她的禁忌 嘖嘖嘖 四哥真是贤命长 敢开玩 林小小看了看在旁边走的桃兴兰 四哥被三姐撵走了 五哥又背着自己 其他狼已经带着小子们下山送猎物了 桃兴兰只能走路回去 可从这里回到村子还很远呢 要不让他上来和自己一起 还不等他开口呢 狼五哥就动了动身子 罚出抗议 他不被妹妹以外的人 林小小赶紧摸了摸狼五哥的毛 吕顺了 兴兰哥哥 我五哥不太喜欢被陌生人碰 这里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 要不你在这等我 我回去让其他狼族的兄弟来接你 林小小说道 桃兴兰脸色一红 不用 我能自己回 说完便一个起月 便往前飞去 林小小双眼睁大 哇 传说中的轻功 五哥 快 追上他 狼五哥不甘示弱 直接追了过去 就这样 桃兴兰一路轻功跑回村子 林小小和狼五哥欢呼着在后面追赶 快到村子时 桃兴兰行云流水的轻功 惊呆了一众小伙伴 天啊 兴兰会飞 我的天 太帅了 兴兰 等等我们 半大的少年们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 桃兴兰录的这一首 直接收获了一大票的谜地和崇拜 村子里 祠堂门口的空地上 搭了好几个大灶 大锅里煮着肉和大骨头 灶台里的火烧得旺盛 大锅里咕咚咕咚地冒着跑 香味飘的村子里到处都是 桃兴兰被一众少年们簇拥着 气嘴巴舌地问他刚才的功夫 想跟他学 林小小也被乔乔为首的 一群姑娘 围着唧唧喳喳喳地说话 村子里的村民 有的摘菜 有的接过孩子们送回来的猎物 开始处理 有的从西边挑水过来 有的在忙着帮忙匹柴 年纪大的 便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 说着闲话 狼后和林春花待在村长家的院子里 照看几个跟来的狼幼崽和小满这群批大典的孩子 整个村子里布满了欢声笑语 都在期盼着一会即将开始的沿袭 林小小的小院子里 已经没了天元子和狼王的纵迹 林小小为了其他人 才知道天元子带着狼王去看村子外面的阵法了 快到吃饭的时候 一人一郎才慢悠悠地从村子外面夺不回来 殿下和老爷子回来了 他们一回来 村口坐着的几个老人就起来打招呼 天元子似乎心情很好 呵呵呵 都做都做 该干啥干啥 都是一家人 不用这么客气 黑狼王也冲几个村民点点头 村民们笑着将一人一郎给迎进了村子 严席就摆在了祠堂门口的空地上 黑狼王一家单独一桌 就在严席的最上方 一个矮桌上放了好几盆煮好的肉 旁边是村长和天元子 林晓晓他们的桌子 再往下才是村民们做的地方 另外 狼族的其他狼都在周围 几头狼算一桌 都摆满了煮熟的肉 这还多亏了乌血和狼四哥抓回来的猎物 不然这一时半会的还凑不齐这么多肉给狼族的兄弟们 随着村长一声开席 大家高高兴兴地落座 天元子和黑狼王对视一眼 点了点头 然后站了起来 诸位乡亲们 黑狼族的各位兄弟姐妹们 老头子有件事情想宣布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天元子的身上 连村长也奇怪地看着她 没有这个环节啊 天元子却笑了笑 一脸慈爱地看了看林晓晓 开口 是这样的 老头子我一生未成家 也没个子孙 今天有幸遇见了黑狼王 一见如故 所以老头子就和狼王殿下商量了一下 想认下晓晓这丫头当孙女 从今往后 林晓晓便是我天元子唯一的孙女了 也是我们天星楼下一任的楼主 今天 当着大伙的面 老头子就把这天星楼 传给晓晓了 林晓晓 什么时候的事 她怎么不知道 林晓晓还处在惊讶当中 天元子喊了她一声 晓晓 你愿意吗 林晓晓被这突如其来的大饼 砸得有点晕 晓晓 快答应 陶兴兰赶紧推了推林晓晓 不停地使眼色 让她赶紧接下 这里的人或许不知道天星楼 可她很清楚天星楼在天龙国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有时候就是宫里那位都需要找他们天星楼买消息 晓晓以后有天星楼坐后盾 就没有人敢再欺负她了 等有一天她夺回西雨楼 西雨楼也会成为小小的后盾 林晓晓看向黑狼王和狼后 狼后坐在黑狼王身边 温柔地看着她 吵她点点头 黑狼王也点头 所有人都在看着她 林晓晓看看大家 最后看向天元子 然后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朝着天元子跪了下去 爷爷 叫了这声爷爷 她往后就又多了一个亲人 这世上便又多了一个人疼爱她 天元子贼脚都要裂到耳根了 喜色异于眼表 我的乖宝 快起来快起来 低上凉 天元子高兴地把林晓晓拉了起来 高兴地拍拍她的手 又从怀里取出一块令牌 放到她手里 这是天星令 世间只有这一块 世世代代都由天星楼的楼主保管 有了这块令牌 便可号令天星楼 今天爷爷就把它给你 你说好了 往后但凡有那不长眼的人 敢欺负我的宝贝僧女 你就狠狠地打回去 别怕 有爷爷给你撑腰 天元子高兴地笑着 往后 她天元子也后继有人了 百年之后也有人在她坟前上一炷香了 林晓晓握着令牌 有些感动 谢谢爷爷 将令牌交给林晓晓 天元子霸气地喊了一声 出来 片刻的功夫 十多个黑衣人便出现在了院子里 齐刷刷地对着林晓晓就抱拳跪了下去 参见少主 整齐刷一的十多个黑衣人跪在那里 恭敬地对林晓晓行礼 天元子拉着林晓晓 他们都是爷爷身边最顶级的安慰 这次就带了他们十多个人在身边 等以后有机会 爷爷再让你见见楼里的其他人 好 林晓晓喜笑颜开 天元子真是太高兴了 看向十多个暗卫 下去吧 等等 林晓晓开口 拉着天元子撒娇 爷爷 他们来都来了 让他们吃点东西再走吧 这里也没有外人 林晓晓是知道这些暗卫的存在的 自从天元子江天郎村外的阵法不好之后 这些暗卫就一直守在村子周围 一来是为了保护村子的安全 二来也是防着有村民侮辱阵法走不出来 这段时间他们吃住都在山里 实在是有些辛苦了 林晓晓不是土生土长的古人 到底还是做不到 对这些人呼之则来 挥之则去 既然他们已经是自己人了 他林晓晓从来就不是会委屈自己人的人 朕是个善良的好姑娘 天元子更喜欢林晓晓了 既然你们少主都发话了 你们就留下吧 随着天元子一声令下 周围的村民们便自发地开始疼位置 板凳子 这么多人 一桌三一个两个的 很快是多个暗卫有生以来 第一次摘下了脸上戴着的面罩 坐在阳光之下 和普通人一样吃饭 快吃快吃 别客气 吃完了还有啊 有热情的村民 已经开始给他们夹菜了 这些暗卫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 有些不知所措 只能埋头说着谢谢 吃饭 天元子拉着林晓晓坐下 怎么看怎么高兴 林晓晓想到什么 笑嘻嘻地说道 你们等我一下 说完就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闪身进了空间 在酒柜上找到两瓶子瓶装的酒 瓶子仿造的古石的酒瓶 上面的图案也是每轮没换 当时爷爷给他这两瓶酒的时候 就跟他说过 这里面的酒 是很早很早以前一个酿酒的名家亲自酿的 珍藏了百年 总共就只有十瓶 他得了两瓶 一直舍不得喝 放在酒窖里也是放着 就给林晓晓装饰酒柜 反正林晓晓不担心空间里的东西变不回来 拿了两瓶酒 拆掉外面的繁琐包装 拿着两个酒瓶就出了房间 好香啊 瓶盖还没打开 天元子就闻到了浓郁的酒香 林晓晓亲自打开了瓶盖 顿时浓郁的酒香就撕散开来 让村子里的老人和男人们讨醉不已 这味道光闻着就知道 一定是好酒 爷爷 这是我以前在廊山上酿的酒 总共就这两瓶 今天高兴 都给爷爷喝 林晓晓亲自给天元子倒上 村长原本还想着这么香的酒 自己能不能有幸尝尝 听见林晓晓说 就这两瓶就打消了念头 只能瞧瞧地咽了咽口水 冻着鼻子 能闻闻香味也是好的 其他村民也一样 都收起了想尝尝的心思 林晓晓给天元子倒完 又给村长也倒了一杯 哎呀 晓晓姑娘 这么贵重的酒 就给老爷子喝吧 我们不喝 村长连忙起身推举 林晓晓给他倒满 笑道 酒酿了 就是拿来喝的 有什么贵不贵重的 天元子虽然舍不得 但还是跟着点点头 是啊 酒酿出来 不就是拿来喝的 小小给你倒了你就喝 这么好的酒可别浪费了 不过 他还是悄悄地 把林晓晓还没开封的那瓶 给藏到了怀里 晓晓手里的那瓶 已经打开了 喝了就喝了 这瓶他一定要护好了 以后慢慢品尝 这可是他的宝贝孙女 孝敬给他的 林晓晓也假装没看到 天元子的小动作 只是拿着酒瓶 又给村长的老爹王山 倒了一杯 村子里几个年纪最大的老爷子 跟着沾光 每人也分倒了一杯 一瓶酒就去了大半了 至于其他人 没了 他奋不均 索性就不分了 剩下的林晓晓 给黑狼王也倒了一杯 阿爹 今天允许你喝点酒 林晓晓调皮地眨了眨眼睛 黑狼王伸出舌头 舔了一点点 嗯 比晓晓上次给他的那个好喝 狼后在旁边满是无奈 不过今天开心 喝一点就喝一点吧 天元子认了孙女 又得了美酒 觉得这世间的美食 也不过如此了 酒足饭饱过后 安卫们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村民们也开始收拾残局 林晓晓她们不用参与后续的打扫 便回了她的新家 小月是天元子亲自设计的布局 村里人一砖一瓦的烧制 可盖起来的 里里外外充满了村民们 从山里挖来的花花草草 既温馨又好看 至于天元子布下的阵法 林晓晓并未启用 村子里都是普通的村民 这个阵法用不上 当然 林晓晓也希望没有用得上她的一天 天黑了 黑狼王和狼后 要带着众狼回狼山了 晓晓 临走前 黑狼王和狼后 将林晓晓叫到了院子里 看着她的眼神里写满了不舍 敏感如林晓晓 很快就察觉到了 他们的情绪不对 阿爹 阿娘 林晓晓忽然就慌了 怎么了 狼后盈律的眼里瞬间涌上了泪水 林晓晓一下就慌了 扑上前抱着狼后的脖子 阿娘 你怎么了 你怎么哭了 说着说着 她自己的眼泪也落了下来 她的心 看到狼后 这样就变得好难过 狼后赶紧摇头 没事 阿娘没事 阿娘只是忽然想到 我们捡到你的时候 才那么一点点大 好像忽然之间 你就长大了 林晓晓眼眶红红 抱着狼后 撒娇 在长大 晓晓都是阿娘的晓晓 黑狼王看着母女俩 昂了昂头 别回了眼里的泪 开口 好了 别吓到孩子 晓晓 阿爹叫你出来 事有事要跟你说 林晓晓睁着 带着泪光的眼睛 看着她 黑狼王心下意软 但还是忍了下来 说道 我和你阿娘商量过了 以后 你就留在天狼村生活 不用再跟我们回狼山了 黑狼王话还没说完 林晓晓就哭了 阿爹 阿娘 你们不要我了 狼后想给她擦眼泪 但是自己的爪子 又怕弄伤林晓晓 只好哄道 傻孩子 说什么傻话 阿爹阿娘怎么会不要你 林晓晓抽抽搭搭 你们不让我回狼洞了 不让我回家了 你这孩子 你阿爹话还没说完呢 狼后原本那舍不得的情绪 被林晓晓这虎脚蛮缠一下就给打散了 只剩下心疼 林晓晓立刻一脸控诉地看着黑狼王 仿佛如果黑狼王后面的话让他不满意的话 这丫头就继续哭的样子 黑狼王叹了口气 我们原本是担心 你回到人类的世界不适应 过得不好会被人欺负 但是现在你有了爷爷护着 他今天跟我说了许多 在人类的世界里 他是个很厉害的存在 阿爹相信 他能护得助你长大 小小 你有着异于常人的本事 黑狼族沾了你的光 都开了灵智与人无异 可我们到底是说 很多事情 我们在你身边是不方便的 而且还很有可能 让人将你归为异类 甚至还会因为我们而去伤害到你 这不是我和你阿娘想看到的 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 让你回归正常的人类生活 不管将来如何 狼山都是你的仪仗和退路 黑狼王看着林晓晓 脸上是从未有过的认真 在和天元子去查看 山上布下的阵法时 天元子便跟他提起 想认小小为孙女 以后让小小继承他的一波 一来算是让他天元子后继有人 二来也是为了保护林晓晓 天元子跟黑狼王分析了 林晓晓现在的情况 他的一身本事 他的医术 将来只要在人类的世界里 展露一点头角 一定会引起注意和轰动 到时候会有无数的人 对他抛来橄榄枝 当然也一定会有人 对他处置而后快 若他毫无背景 没有仪仗 在偌大的天龙国 最后只会被人吞噬 扎都不剩 同样也是天元子告诉他 天星楼会成为小小 在天龙国的仪仗 但人有旦夕祸福 天有不测风云 他也不能保证天星楼以后 不会遇到更强大的对手 若有一天天星楼也 护不住林晓晓了 那么狼山 黑狼族 便是林晓晓最后的退路 若江湖待不下去 还能回到狼山 回到他和狼后的身边 回到这片室外桃源 实际上 黑狼王知道的 林晓晓的本事 尤其只是医术 傻孩子 阿爹和阿娘 怎么可能会不要你 就算不要你四哥五哥 我们也不会不要你的 你想回狼山随时都能回去 那里是你的家 你想什么时候回 就什么时候回 黑狼王又严肃地说道 还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以后你那些本事 一定要好好藏起来 特别是你的幻境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还有你的来历 也切记不可告诉别人 倒是你这一世的绅士 以后出去之后 想办法查清楚 有了老爷子帮忙 应该不会太难 当年那些人阿爹记得很清楚 是要置你于死地的 或者说 本来的你已经是被他们害死了的 小小 人心隔肚皮 你的这一切 对这里的人来说 太过匪夷所思 是不被世人所容的 这些道理林晓晓当然明白 他只不过是想要仗着自己这一世的年龄 活得四亿 想要弥补前世所失去的父母亲情 想要慢一些长大罢了 小小明白 林晓晓在黑狼王身上 蹭了蹭 阿爹 让你担心了 他又不是真正的七八岁的黄毛丫头 一个成年人了 这些最清浅的道理又怎么会不懂 黑狼王和狼后都看着他 狼后开口 王后不要委屈自己 捅破了天 还有阿爹和阿娘给你顶着 以后有事就让彩灯来通知我们 想回家也是的 让彩灯回来说一声 我和你阿爹下山来接你 嗯 阿娘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们在郎洞也要照顾好自己 你们也要经常来看我 如果你们不愿意再出现在人前 就在山里叫一声 我就来找你们了 林晓晓一一不舍 好 两狼对视一眼 一起蹭蹭林晓晓的脸 那我们就回去了 晓晓 你保重 嗯 林晓晓强忍着泪意 对二狼挥手道别 阿爹 阿娘再见 黑狼王看了一眼 站在门廊下的天园子 天园子朝他点了点头 让他放心 黑狼王这才仰天长笑一声 四散在村子里的狼群 忽然就都跳了起来 往着一个方向跑去 黑狼王抬爪摸了 莫林晓晓的头 和狼后一起跃上村道 三两步遍上了旁边的山林 没入了黑暗之中 林晓晓在门口站了很久 和黑狼王狼后相处的点点滴滴 都在脑海中一一掠掠过 这一世除了不是人形 黑狼王和狼后 给予了他全部的父母疼爱 还有哥哥姐姐们的照顾 有时候甚至都让他忘了 自己还是一个人 黑狼王对他说的话 很现实 从他一开始插手村民们的生活开始 从他踏进天狼村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没办法再独自回到狼山 摆脱这个世俗了 他总是要重新回到 人类的世界生活的 他要查清楚他的身世 他还要为那个可怜的小女孩报仇 林晓晓转身回院子 就看到天园子站在房门口 背着手一脸慈爱地看着他 爷爷 你怎么没在房里休息 林晓晓快步走了过去 主动扶着天园子 跟你一样 送送你阿爹和阿娘 晓晓 你跟爷爷说说你小时候的事呗 你是怎么到的狼山 还有狼王和狼后 他们是怎么捡到你的 天园子从沿袭结束 就一直记挂着林晓晓的身世 可一直没找到机会问 如今只有他们祖孙二人了 便没什么好遮掩的了 林晓晓摇摇头 小时候的事我都不记得了 我被人迷晕了 醒来的时候就在山里 大冬天 很冷 然后我就看到了两头狼 不过他们没有吃我 还把我带回了他们的狼洞 找来野果喂我 我就一直跟阿爹和阿娘 还有黑狼族的狼群生活在一起 直到年初 村里的百姓上山捕狼 和狼族碰上 得知是村里的孩子病了 我这才下山的 天园则是又心疼又惊讶 你一直跟狼群生活在一起 那你的医术是跟谁学的 林晓晓心里一个咯噔 但面上十分纯凉淡定 我自己学的啊 我跟哥哥们在山里没有玩的 就整天到处乱跑 后来在一座山上的山洞里 找到了一些书籍 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我被丢在狼山之前 读过书 但是看到那些书籍上的字 我是认识的 反正在狼山上嘛 又没有什么别的玩的 我就成天在那个山洞里读书 学书上的东西 不过学会了好像也没什么用 我只能在狼山当个书役 还是后来来了村子里 才开始给人看病的 林晓晓胡说八道的 那是一个没有心理负担 天园子唏嘘不已 这是件千奇百怪的事情太多了 他捋着胡须道 恐怕那山洞里留下的书籍 是之前的哪位大能留下的 本以为狼山上荒无人厌 没想到却被你这丫头给碰上了 还全学会了 也算是你们的缘分 往后侍逢忌日 你要记得给你这素未谋面的师父 供上一杯酒水 也算是报答他留下这些书的恩情 毕竟咱们受益嘛 对吧 从事之中 天园子只是问林晓晓的身世和成长的经历 哪怕林晓晓胡说八道自己看了什么秘籍 老头也只是让他记着留下书籍的人的恩情 并未问过半个字 这山洞在哪 林晓晓抿着唇 笑着硬着 心里却松了口气 忽然 天园子挑了挑眉 看着林晓晓 笑道 对哦 你这丫头这般的聪慧 光凭自学 也能学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医术 爷爷果然没有看错人 从明天开始 你就跟着爷爷 爷爷一定要把爷爷的毕生所学全部都交给你 林晓晓立刻换上了星星眼 爷爷 你都会什么 天园子一脸得意地捋了捋胡子 颇为自豪地说道 你爷爷我会的那可就多了 放心 爷爷一定把爷爷会的全交给你 把天园子送回房间 林晓晓才回到自己的房里 闪身进了空间 在空间里 有一张他和黑狼王一家的合照 拍力得拍的 林晓晓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放到相框里 摆在了自己卧室的床头柜上 就和他前世跟爸爸妈妈的合影放到一起 陪着照片做了一会 林晓晓才重新回到房里爬上床睡觉 第二天 他是被院子里的热闹声给吵醒的 林晓晓从窗户往外看了一眼 发现王正和平时跟陶兴兰在一起玩的几个少年都来了 乔乔正横眉竖眼地插着腰训斥他们 嫌他们一大早地吵到了林晓晓休息 林晓晓看着如今不再唯唯懦默的乔乔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穿上衣服就打开了房门 卫室粉带的脸庞 如玉的肌肤迎着晨光百里透红 头发随意地散着披在肩上 让一众少年看呆了 乔乔见他们不跟自己嬉皮笑脸了 一扭头就看到林晓晓披头散发地站在房门口 顿时想到了什么 冲着少年们就是一人一脚 看什么看还看 踢完了少年们 乔乔才跑到林晓晓的房门口 拉着她回了房间 她的一声把房门给关上了 少年们互相看了看 脸都红了 每个人都不好意思 饶事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他们看到小小姑娘还是会脸红 不能怪他们 只能怪小小长得太好看了 乔乔拉着林晓晓进了屋 看了她一眼 脸也跟着红了 晓晓真好看 越长越好看了 我帮你梳头 乔乔把林晓晓摁到梳妆台前做好 便给她梳头发 明明两人差不多大 但一直都是乔乔在照顾林晓晓 晓晓 奶奶说让我搬过来跟你住 好方便照顾你 早知道我昨天就应该直接跟过来的 这样他们赶进来 我就把他们全撵出去 乔乔显然还在因为王正 他们吵到林晓晓睡觉的事情生气 小嘴一张一张的 小脸鼓鼓地像个生气的河豚 林晓晓看着铜镜里的瓜子小脸 乔乔的手很巧 比她自己梳头强 隔壁的房间就是给你准备的 你跟林奶奶说一声就搬过来好了 只是你过来跟我住 秀卿审舍和方叔同意吗 林晓晓从镜子里看她 同意啊 我娘可高兴了 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她连行李都帮我打包好了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才是亲生的 我是捡来的 乔乔一边说话 一边收尾 最后松开手 好了 镜子里的少女眉如弯月 眼波流转宛如秋水 小小年纪便已出落的亭亭玉力 也不知道长大以后会是何等的角色 林晓晓横看树看左看右看 很是满意 对了 你二叔他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乔乔回答 还能为什么 昨天见了陶公子露了那一手 今天个个都吵着要来拜师呢 陶兴兰被一众少年围着 叽叽喳喳 都是找他拜师 求他收徒 他们也想学武功 不是我不教你们 是习武很辛苦的 而且你们不是从小就练 会比别人辛苦十倍百倍 陶兴兰苦口婆心地劝说 倒不是他不想教 而是习武这条路一旦开始 便没有停下来的道理 更何况 其中的苦楚 他比谁都清楚 刚开始的几年 他连想都不想去想 林晓晓和乔乔 就在不远处坐着看热闹 陶兴兰向他求救 林晓晓两手一弹 无能为力 别说他们了 就是他自己都想学 不过他有爷爷 爷爷说了 这些都会教他 兴兰 我们不怕苦 我们是振兴想学的 你就教我们吧 对对对 我们不怕苦 你昨天露的那一手 真的太帅了 兴兰 你就收下我们吧 我们一定好好跟你学 几人气嘴巴舌 说得逃兴兰实在是没辙 天园子拿着个茶壶 晃晃悠悠地从屋里走出来 看着他们一众少年 满脸笑意 兴兰啊 既然他们想学 你就收下这几个徒弟好了 只要他们不怕辛苦 不会半途而废 天园子开口 其实他也是想着 给自己的宝贝孙女找几个伴 能一起练功 以后也能多几个人 给他的宝贝孙女练手吗 陶兴兰一脸无奈 你们是真要学 跟家里说过了吗 陶兴兰问几人 几人连连点头 说了说了 我爹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娘也是 说让我好好跟你学 以后家里的活都不用干了 我们也是 陶兴兰看了看天园子 天园子对他点了点头 再看林晓晓 那丫头正在看热闹 一脸的笑意 无奈 那好吧 我可以教你们 但是你们现在开始学 肯定没有从小就学那么容易 以后也不指望 能当个什么武林高手 但是基本的防身 肯定是够了的 几人见陶兴兰答应了 高兴的当即就要跪地拜师 被陶兴兰拦住了 不用不用 以后我们一起练 只要你们不怕苦 我一定把我会的都交给你们 哦 太好了 众少年欢呼不已 有人迫切地问道 师父 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陶兴兰已经不想纠正他们的称呼了 想叫师父就叫吧 反正他们是自己的朋友 叫什么都行 那就从现在开始吧 每个人腿上绑五金纱带 开始跑步 跑到坚持不住为止 以后每三天 加重一次 等什么时候 你们能绑上一只脚绑上二十金纱带 还能剑步如飞 我就开始教你们别的 另外 我会教你们一套内功心法 从现在开始 练肯定没有打小就练的效果好 但是聊胜余 我们一起努力 也不是练不成 陶兴兰当即就有了当小师父的派头 少年们一听 兴奋不已 好 我们现在就回家去做纱带 半个时辰后 这里集合 随着王政一声令下 少年们都吵架奔去 回去让娘缝制沙袋去了 林小小看着他们一哄而散 扭头看向天元子 爷爷 我也要这样吗 天元子笑了笑 你不用 兴兰这么做 是为了练他们的体力 你自小在山林长大 跟狼群生活 你的身手敏捷 远在他们之上 爷爷要教你的 是内功 先把内功心法练好 练其他的就容易得多了 林小小松了口气 他可不想也跟他们一样 绑着沙袋漫山遍野地跑 能简化 肯定是要简化的了 天元子喝了一口茶 看向了乔乔 不过 乔乔要跟着他们一起练 啊 乔乔傻了 我也要 天元子表情严肃 点点头 你以后要跟在小小身边 没点防身的本事 到时候遇到了危险 别说让你保护小小了 难不成 你还要他反过来 保护你不成 乔乔被天元子的陡然一讯 连忙低下了头 天元子看了他一眼 对林小小道 实在不行 爷爷从楼里 钓一个武功厉害的丫鬟 过来照顾你 乔乔一听 这怎么能行 这不是来抢他的活吗 当即道 我学 说完 说完还可怜兮兮兮的 看着林小小 小小 你别不要我 我学 我一定好好学 保证以后不会拖你的后腿 林小小倒是从来没想过 让乔乔学武功 在他看来 乔乔这样就挺好的 但是天元子都这么说了 林小小想了想 好像也是这个道理 不用乔乔学得多厉害 只要他能自己保护自己就好了 但他到底还是不忍心 乔乔 你如果不想学的话也没事的 跟着我也不一定非要会武功 乔乔头摇的 像个波浪鼓 没有没有 我学 我一定好好学 我现在就去做纱带 说完还真的跑回了家 他的行李虽然拿过来了 但是都是衣服 要做纱带得去找奶奶拿点粗补 林小小看着他跑出院子 无奈地瞪了一眼天元子 爷爷 你干嘛呀 乔把乔乔给下的 天元子一改刚才的严肃 笑呵呵地说道 爷爷是为你好 当然 爷爷也尊重你的意思 你以后肯定是要离开村子的 如果你说不会带乔乔离开 那爷爷就不逼着他学了 如果你要带他一起离开 那他就必须得学 不求他练得多厉害 只求他能自己自保 别给你拖后腿 当然 爷爷也没有在吓唬他 我已经给楼里去了消息 过几天就会有人来了 恩 天元子看着他呆萌呆萌的模样失笑 你可是我天元子的孙女 身边怎么能没人 放心吧 爷爷会把一切都给你安排好 林小小还能说什么 作为一个躺赢的人 那就受着吧 对了 小小 你的身世要不要查一查 天元子忽然说道 林小小看了他一眼 然后低下了头 我什么都不记得 而且唯一的线索 就是衣服上绣的那个林子 查起来很难吧 天元子看到他这样 心疼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安慰道 再难爷爷也会帮你查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林小小摇了摇头 这下可把天元子老人家 给心疼坏了 这是交给爷爷 不管怎么样 爷爷一定帮你找到你的家人 至于你为什么会被一个人 扔在狼山 爷爷也会调查清楚 还你一个公道 少年们开始跟着桃兴兰一起练功 最初的几天 只是绑着沙袋跑上两个时辰 后面沙袋越来越重 时间也越来越长 乔乔跟着他们一起 脚上皮都磨破了好几层 好在有林小小给他准备的药膏 本以为乔乔会坚持不下去 没想到却比好几个小子还要坚毅 就算再苦都坚持了下来 那些小子们也不愿意 被一个姑娘给比过去 都拼了命地练 自从他们跟着桃兴兰习武 村里不管大大小小的孩子 都跟着一起练 习武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让林小小意外的是 除了乔乔之外 又有好几个女孩加入了进来 村民们说了 不求他们能练出个什么来 只求他们以后能多个本事 人一多 年龄分化也大 被天原子带来的那十多个暗卫 就临时被抓来 当起了习武师傅 到后来就连村里的青壮年 也加入了进来 他们说不管自己学得怎么样 只求以后小小姑娘 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不会什么事都做不了 村民们这般起心 让天原子很是高兴 不过他也没打算 让这些村民做什么 毕竟就算有事 那也是他的天星楼顶在前面 天塌下来 还有他的天星楼撑着呢 不过大家这么起心 他也乐见其成 叮嘱安慰们一定要好好教 林小小把大家的所作所为 看在眼里 别的他帮不上忙 只能做一些跌打损伤的药膏 给大家 尽量让大家少受一些苦 两个月后 林小小的小院 迎来了几个特殊的客人 林小小被喊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自己的小院子里外 站了不少侍卫 这些人身上都有天星楼 特殊的标记 少主 林小小刚到门口 站在门口的两个侍卫 就对他恭敬地抱拳行礼 这突然一下 林小小还有些不习惯 辛苦了 他像个视察工作的领导 走了进去 他一进门 两个侍卫又目不斜视地 站起了岗 谁知道进门之后人更多 整齐话一的一声少主 差点像林小小一跳 紧跟着一个红色的身影 就从天园子的屋子里闪了出来 一个黄眼人就已经到面前了 林小小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看清来人 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 大概二十多岁的 很漂亮很妩媚的女人 此时 这个女人两眼发光地看着林小小 眼底的惊艳 不亦与林小小见到她的反应 你就是小小吧 女人毫不掩饰眼底的 惊艳夸赞道 长大了一定是个大美人 林小小 哦 您是 能从爷爷的屋子里出来的 应该是爷爷认识的人吧 小小 过来 天园子站在门口 朝她招了招手 又对红衣服的女人开口 兰儿 你能不能改改你这个毛毛躁躁的性子 吓到孩子了 林小小对英兰笑了笑 跑了过去 爷爷 来客人了吗 林小小注意到 在天园子的旁边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身材高大挺拔 相貌堂堂 面色和善 正对着林小小友善地笑着 林小小不知道这人的身份 只对她点了点头 便乖巧地站到了天园子的身边 好奇地偷偷打量家里多出来的这两个人 红衣女人 此时也扭着仙腰 来到了几人旁边 站在那个面色和善的男人旁边 对着林小小挥了挥手 笑得那叫一个阳光灿烂 小小 这是你大师伯公彦 爷爷的大土地 现在天星楼大大小小的事 都是她在管 天园子介绍那个 面色和善的男人 哎呦 长辈 林小小赶紧乖乖行礼 大师不好 天园子又无奈 又带了些宠的 介绍红衣女人 这是你二师姑英兰 爷爷的二土地 也是楼里负责情报收集的人 林小小赶紧又行礼 二师姑好 英兰高兴地拉过林小小的手 一双眼睛眨一下 都自带风情 高兴道 叫什么二师姑 多生分 就叫姑姑 林小小立马开始拍马屁 姑姑 哎 英兰更高兴了 直接牵着林小小的手 不松开了 天园子也懒得管她 他们喜欢小小是好事 便又说道 你还有个三十书段正轻 不过她现在在外面办事 赶不回来 等以后见了面再介绍给你认识 英兰娇笑一声 拉着林小小道 没事 你三叔没来 但是让我给你带了礼物 走 我带你去看看喜不喜欢 不喜欢就扔回去给她 让她再去找 林小小嘴角抽了抽 这头一回听说 收了礼物不喜欢还能扔回去 让人重新送的 当机表示 没事 不管三十书送什么我都喜欢 英兰当即称道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她那个人就是个纸肠子 能想到的礼物就那么几样 硕着已经牵着林小小到了屋里的桌边 打开了其中一个盒子 只见盒子里放了一条月白色的腰带 看起来并无什么特殊之处 看吧 我就说她送不出什么好东西 来来来 别管她了 看看姑姑给你带了什么 英兰拉着林小小就要去看自己送的东西 却被随后走进来的天原子和宫燕 给出声拦住了 你别替你姑姑的 你姑姑和你三十书一见面就掐掐 当然会说她送的东西不好 宫燕开口 英兰当即就松开了林小小的手 娇趁着捶了一下宫燕的胸口 生气道 宫燕 你到底站哪头的 林小小挑了挑眉 哎呦 有情况 宫燕立刻软下来轻哄 你这头你这头 但是咱们也不能睁眼说下话 英兰轻哼了一声 不理她了 宫燕无奈失笑 拿起盒子里的腰带 只见她握住腰带的一边 轻轻一抽 便从腰带的夹层中 抽出了一个东西 荧光闪过 单手翻转 刚刚还软如腰带的东西 瞬间就成了一把利剑 稳稳地握在宫燕手里 卧槽 林小小惊呆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的软件 平时当腰带用 杀人放火的时候 抽出来就是一把剑 武侠小说和电视剧 成不欺我啊 6 年轻影 11 年轻响